大哥 你可知道 太阳是被谁偷走了 是那东海龙王 把他藏到龙宫里去了 东海龙王 没了太阳大地漆黑一片 人类陷入惊慌之中 子竹以为妖怪作乱 福西说他去查探一下 来到河边抛出手中的龙林 花龙随着一道闪耀的光芒出现于眼前 福西询问怎么突然天黑了呢 花龙告诉他 是东海龙王把太阳藏到龙宫里 还拿出一颗夜明珠送给他照明用 这时子竹寻着光亮走了过来 福西便将天黑缘由告诉了一幕 还准备把夜明珠拿给族人使用 子竹却让他拿着照亮去找太阳 这时花龙过来又拿出一颗夜明珠 让子竹拿给族人们先用 花龙走后福西准备前往东海 子竹嘱咐福西小心行事 这时突然一个女子闪现面前跪拜人皇 福西询问得知 竟然是普渡天神派来的一只凤凰 来协助找回太阳的 来到东海岸边 福西从腰间拿出雷神留给他的一颗牙齿 奋力向海面扔去 只见涌动的海水出现了一条通道 福西让凤凰守在岸边接应 他自己一人去龙宫找太阳 吓到龙宫没见太阳却走了桃花月 无意碰上了龙王的女儿 他一把捂住小龙女的嘴部让出声 焦恩俊曾经也是无数少女的偶像 青春期的小龙女一见生情 福西说明来意让他不要作声 小龙女直钉帅哥连连点头 岂不知行迹已经败露 突然一群虾兵蟹将围攻过来 虽说福西资历上前 但有黄龙船的法力 对付小虾小蟹还是绰绰有余 三两分钟就给摆平了 怎料敖广赶了过来 你是何人竟敢擅闯龙功 在下福西 你们为什么要偷走太阳 我快把他交出来 敖广看这小子口出狂言 直接换出武器和福西激炸了起来 福西毕竟资历上前 对付敖广显然有些吃力 看得小龙女着实捏了一把汗 福西力撑了几个回合 最终还是被敖广的剑气击倒在地 但他毕竟是御帝清点的人皇 敖广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只能暂时关在牢中 情窦初开的小龙女担忧心上人吃苦头 给了侍女彩霞一些钱 才让去打听福西下落 彩霞打点看守拿到了令牌 小龙女带着斩妖剑找到福西 一番交流后 福西得知小龙女的身份 请求小龙女劝龙王放了太阳 还说人间没了太阳 万物就无法生存了 小龙女看福西不仅帅气 而且一身正气 被迷的神魂颠倒 直接把福西带到了藏匿太阳的地方 正在商量怎么释放太阳时 敖广带着重兵赶来 小龙女请求他父王释放太阳 敖广见女儿帮着外人说话 很是生气 就让小聂龙把小龙女带到他那边去 福西拔出宝剑打算拼命一战 小龙女灵机一动 让福西挟持的 把他当作人质 福西趁机要挟龙王释放太阳 敖广就这一个小棉袄 无奈之下只好释放太阳 漆黑的大地突然明亮 反间很快恢复了常态 福西和小龙女一路逃到岸上 敖广带人穷追不舍 见女儿胳膊肘往外拐 快要气渣了 他对小聂龙使眼色 只见小聂龙一个飞身向福西提去 两人顿时缠斗在一起 其余虾兵蜂拥而上 就在福西被围攻的时候 小聂龙逮着机会向福西偷袭 福西被压制的动弹不得 福西 给我站住 那人 把公主带回去 是 福西 龙妹妹 你 敖广剑子准备施法杀了福西 岌岌可危之时 凤凰赶来救援 敖广转向施法攻击凤凰 但都被矫健敏捷的空翻一闪过 敖广准备放出大招 凤凰迅速变回了原形 一把抓住福西朝天庭飞去 敖广剑状没敢再追 凤凰护送福西安全回到晚丘 族人纷纷感谢福西找回了太阳 凤凰见没他什么事了 便向福西告别回了天庭 暗红借题发挥搬弄是非 说那狂妄的福西擅闯龙宫 还致视龙女背叛龙王 叫做敖广不能放过此人 敖广看福西身份特殊不想深究 说他再次搅扰东海的话 就绝不手下留情了 小龙女在龙宫常常发呆思念福西 福西也在晚丘哀声叹气 但又敖广会惩罚小龙女 紫竹问他是不是喜欢上了小龙女 喜欢 现在呀不跟你说这些 以后啊自然会懂他 何伯打探得知小龙女喜欢上了福西 奥红为了谋取东海 他准备利用小龙女对福西的感情 再次挑拨敖广对付福西 吓得小聂龙慌忙退了出去 小龙女满脑子都是福西哥哥 他决定偷出龙宫看望 让彩霞看好规方 不让任何人入内 说完拿起一支玉瓶 转身就不见了 小聂龙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 连忙去告诉奥红 福西这时正在练习剑法 察觉身后有人出现 一个转身挥剑过去 眼前的公主令他又惊又喜 小龙女问福西为何对他这么好 问得福西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小龙女也不为难的 让他答应自己三件事情就好了 一是让福西叫他龙妹妹 二是要让福西带他在晚秋晚 福西听了满口答应 至于第三件事 小龙女说自己还没想好 等想好了再说 好 公主 我第一件事是什么来着 本想福西能主动上前亲一个 却不知他已傻了眼 小龙女拉起福西追寻快乐 小聂龙慌忙跑去 将此事告诉了奥红 奥红一听机会来了 让他去告诉龙王 挑起龙王对福西的怒火借刀杀人 小聂龙闯进小龙女房间 抢拉着彩霞到龙王面前作证 敖广得知女儿偷出了龙宫 赶紧逼问小龙女的下落 奈何彩霞忠心护主 拒不交代小龙女去了何处 龙王愤怒地让把彩霞拉出去狠狠地教训一对 让小聂龙赶快找回龙女 小聂龙自称办法倒是有 但怕龙王心疼女儿 敖广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只说不管什么办法 找回来就好 福西与小龙女在河边聊天 问小龙女龙族是不是都可以在凡间来去自助 小龙女亮出了腰间的玉瓶 怎料被浮出水面的小聂龙正好看到 趁其不被飞身一跃 一把抓走了小龙女的瓶子 快把玉瓶还给我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我来拿 龙妹妹 她为什么要抢你的玉瓶 先别说了 快帮我把玉瓶抢回来 好 福西上去打了几个回合 没能夺回瓶子 小聂龙一溜烟跑掉了 小龙女顿感身体不适 身形一晃瘫坐在地上 让福西快点将她带到水里去 小龙女这时已经开始迷糊 嘴里一直念叨着水 福西迅速将其抱至河里 小龙女很快滑了过来 她向福西解释自己身为龙女 是离不开水的 能在地上自由行走 是因有白玉胜水瓶护体 如今玉瓶被小聂龙抢走 她必须尽快回到龙宫 否则就有性命危险 看着福西万般的不舍 无奈地潜入了水中 回到龙宫想要回玉瓶 却被小聂龙强行带去见龙王 龙王对女儿大发雷霆 小龙女深知她父王的脾气 立即变得乖巧撒起脚来 龙王也就没了脾气 最终还是原谅了女儿 可等小龙女一走 小聂龙就搬弄是非 说都是福西在纠缠公主 应该狠狠地叫训她 龙王想到福西就来气 聊下狠话 她再敢纠缠龙女的话 就调用东海之水 淹了整个晚秋 哪只小聂龙这次转身又去告诉了小龙女 说龙王要发水淹没晚秋 小龙女不相信她的话 可等小聂龙一走 她还是担心福西与晚秋的人类 于是让彩霞偷去晚秋通知福西 而小聂龙这边 叫做龙王通过龙珠观察小龙女的动向 把小龙女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 龙王看后怒气冲天 当即就要发水淹没晚秋 淹死福西 淹死福西 彩霞已经赶到晚秋保信 福西得知龙王要淹晚秋顿时震惊 龙王大口吸入东海之水 转身又朝晚秋方位途径 晚秋很快遍布洪水 福西背着年迈的遗奶 带着族人拼命地向高地逃亡 晚秋很快变成一片汪洋 高地已经仅剩几人 福西看着无数族人在水中挣扎 奈何自己没有一点办法 悲痛之际紫竹安慰他先想办法救人 福西这时响起雷神留下的牙齿 他拿出来抛向水里 牙齿瞬间化作一枚巨大的葫芦 福西见此赶紧让幸存的族人跳上去 看到生机福西顿感欣喜 怎料葫芦突然金光一闪 族人们全都被弹落水中 福西不解何故 这时葫芦再次发生变化 缓缓打开分成了两半 紫竹看出奥妙 说只有福西才能上去 可是族人都已死了 福西也不愿独火一室 更不想离遗奶而去 紫竹劝他为了发展人类 一定要活下去 说完一把将其推入葫芦中 福西不停哭喊着遗奶 紫竹也是万般不舍 望着葫芦缓缓缓地合上 紫竹含笑消失在了巨浪之中 龙王完全不顾人类死活 只是心想福西这次必死无疑 高兴地哈哈大叫 彩霞回到龙宫告诉小龙女 晚秋已经被淹没 所有人族都葬身水中了 只有福西跳进了一个葫芦里 现在生死未不晚 龙女听后心痛不已 怒气冲冲地跑去质问龙王 为什么要水淹晚秋 伤害他的福西哥哥 龙王听了也是来气 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小龙女 父王把你视为掌上明珠 你却和福西纠缠不清 完全不顾忌父王的感受 又说福西只是凡人并非龙族 区区一个凡人福西 就需要父王你翻江倒海吗 不管怎么说 父王绝不允许你与凡人来往 小龙女回对龙王身为四海之首 却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 还说龙王不配做他的父王 一个父亲听到这般话 想必都会气个半死 于是决定将小龙女禁足于宫中 福西这边葫芦树几盘息而坐 雷神献出元神运转法力 不断地将法力传给福西 只见福西双手一挥 震碎了葫芦飞升而起 奥虹恭喜龙王淹死福西除气大患 龙王却不知被利用 还高兴地哈哈大叫 这时福西来到东海岸边怒汗 喊着龙王赶快滚出来 龙王与奥虹正在哈哈大叫 龙公突然晃动起来 一队虾兵上岸查看一看是福西 当即就杀了上去 只见福西斩妖见一会 一队虾兵瞬间倒地 小聂龙赶忙去向龙王禀报 龙王一听福西还活着 立即与奥虹闪现到岸上 感叹福西真是命大 福西却说留着命 就是为了替族人讨回公道的 小聂龙自不量力 直接提刀就向福西砍去 可没过几招却发现福西金飞细笔 被一股强大的内力震得连连后退 还想再打却被奥虹一把拦住 龙王看福西有备而来决定亲自出手 奥虹却在坐山观胡斗 一番激战龙王略处下风 奥虹突然向龙王放出冷招 龙王顿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 这是龙女恰巧赶来 福西正在纳闷这是几个意思 奥虹却已经连番向他发起攻击 福西传承了黄龙与雷神的所有攻法 如今实力已经超过奥虹不少 打得奥虹有些招架不住 福西一招将其击退 奥虹看势头不对 撂下一句狠话便逃回了龙宫 小龙女误以为龙王是给福西打伤 生气地跑过去与福西算账 你现在满意了吧 我要欠你的 今天就算还清了 从此以后 你是你我是我 不想往来 我是你福西哥 你就是福西哥 是啊 妹妹 跟我走 今天你就是我的人 真福西此时消沉不振 因为小龙女要与她分道扬镳 昏昏沉沉进入了梦境 忽然传来雷神的声音 雷神让她振作起来 勇敢面对现实与苦难 又让她往昆仑山方向与女娲会合 然后一起回到晚秋 说那里是大地中央人间的根源 让福西与女娲重建晚秋繁衍人类 龙女带着受伤的龙王回到龙宫 她跪在地上祈求父王原谅 说自己不该喜欢福西 从而牵出事端害的父王受伤 龙王也意识到不该水淹晚秋 说这一切都是怕女儿受到伤害才昏了头 父女两个敞开心扉最终兵士前线 福西赶往昆仑山方向寻找女娲 女娲也向着晚秋方向前进 行至一片树林时 突然出现两个妖怪向她袭来 女娲虽无功法但有神光护体 两个妖怪被神光击飞 女娲转身想要逃跑 这时又跳出一只妖怪拦紧 看着缓缓逼近的妖怪女娲惊慌失措 一只妖怪猛扑过来 就在这时花龙及时出现 三拳两脚就打得妖怪逃之夭夭了 花龙告诉女娲自己是福西的朋友 是普渡天神派来暗中保护她的 女娲询问福西现在何处 花龙说自己也不清楚 嘱咐女娲一路小心后便离去了 奥红装模作样去看望龙王 说自己会替龙王报仇的 但如今之际先要治好龙王的伤 他建议龙王拿出龙珠治疗 龙王知道奥红一直惦记龙珠 就说东海根本没有什么龙珠 要是真有的话还能不和贤弟共享呢 他让奥红不要相信谣言 奥红知道龙王有龙珠 但还不是强取的时候 回到东府之后 何伯禀报自己发现了女娲的行踪 奥红一听立即让小涅龙将其抓来 小涅龙寻到一处湖边发现了女娲 他摇身一变化作福西的样子 眼神猥琐地向着女娲走去 说自己是福西哥 女娲看着猥琐之人心生疑惑 感觉此人完全没有雷神的气质风范 料定此人绝不是福西 她为了脱身谎称自己要去接受 马上就会回来的 小涅龙也不是傻子 她看女娲转身要离开就迅速上前拦阻 岂不知女娲有神光护体 激得小涅龙连连后退便回了原形 女娲虽有神光护体但无功法 小涅龙强忍惦击般的麻木 一掌将女娲击倒在地晕了过去 带到龙宫交给虾兵 说她是福西的女人 一定要严加看管 龙女和彩霞无意间听到此话 彩霞认为此人落在小涅龙手里 定是凶多吉少 于是劝说小龙女去通知福西 龙女此时还在因为龙王受伤生福西的气 说她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我凭什么帮她呢 公主 我跟你这么多年 你的心事我还不明白吗 我吗不如 你不要再说了 彩霞 不要再说了 小涅龙向傲虹禀报自己抓了女娲 但问傲虹如何处置时 傲虹却说不用处置 还要让小龙女知道女娲的处境 小涅龙沉思片刻明白了傲虹的用意 原来是要用女娲做诱饵 把福西引到龙宫来 福西在寻找女娲的途中 边走边喊女娲名字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虾兵 虾兵说这里没有你找的人 不要在这里大喊大叫 福西听出声音是龙妹妹 激动的上前拉住小龙女的手 小龙女献出真身告诉福西 女娲已被关在龙宫 说完就要离开 福西连忙过去将其拉住 解释不是自己打伤龙王的 而是傲虹暗中偷袭所致 傲虹野心勃勃 很多事情都有可能是她从中作梗 小龙女深爱福西 挺感觉相信了福西 随后带着福西来到龙宫救女娲 女娲误以为是小涅龙 不愿意跟她走 龙女说她真是你的福西哥哥呀 福西看来不及解释 一把抓住女娲的手就要走 女娲感应到了龙之传人的气息 确信眼前之人正是自己的福西哥 可几人正准备离开 周围场景忽然变成一个漩涡 这是傲虹现身于此 说福西输在情和意上 不然不会深陷水波迷阵中 福西忙着抵挡窝流的攻击 女娲一个不慎被卷向深处 福西赶紧上前抓住女娲一只脚 龙女知道这是龙宫的黑漩涡 如果被吸进去 就会原神毁灭永不超生 女娲再三让福西放手 福西始终不放 这是龙女抛出一条丝带缠住福西的脚 但被强大的压力扯断 危急关头龙女飞到最下面 使尽全力将女娲与福西一掌击出了深海 福西哥哥 阿嬷